神龙见首不见尾 虽然它不存在于自然环境中 但它们一直藤佑在我们浩浩几千年的历史血液里 龙的力量强大无形 我们期望神龙能够出现 祈祷一个人宗之龙 带领人们现实现美好生活的愿景 当龙与太极的结合 两种神奇力量汇聚 在这件琉璃作品背后的光影 藏着怎样的文化思考 整件作品呈现了龙与太极的结合 整体是一个太极的形态 龙盘旋齐上 中心部位是古力图腾 代表的是生命之源 由中心向外延展 形成了一股动态 生生不息充满了生命力 风云涌动 透明而层测的太极动视 力量源源而出 调和内在与外在世界的平衡 在太极的概念里 龙从阴科的表现 转换成立体精细的雕塑 是一个空间的转换 是阴阳两极的呈现 龙的盘旋像一个八字 是中国人最喜爱的吉祥数字 又像一个莫比乌斯环 永无止境 生生不息 神龙昂首腾云充满了气势和动感 目光坚定 微而不怒 微微身躯之下 是一种囚禁神威的魄力 游行变换了龙 永续不息的太极 这件结合了立体雕塑 与阴科技法的作品 不仅仅体现了神话里 见首不见尾的神龙 又将生生不息的太极结合其中 让作品背后 蕴藏了永续永恒的吉祥祝福 不仅仅体现了